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本周的奥财首席说 最近有一些传闻 尤其是最新的话呢 彭博社也发出了传闻 说中国的一些富豪 尤其是一线城市的富豪呢 被中国的税务机关呢询问 有可能将对他们的海外的收益呢 进行收税 那么这个到现在为止呢 依然只有传闻 并没有任何确实的一个说法 今天呢我们也不想聊太多的 这个事情本身真假的问题 而是回归到这个税务问题上 事实上这个新闻传出呢 乍一看似乎有一些唬人 但仔细想呢 其实呢也没有必要非常的恐慌 第一呢 如果大家去仔细的看中国的税法的话呢 中国原本就规定 任何的中国的税务居民呢 他的应税的收入呢 其实还是全球的 事实上全球大多数国家 针对本国税务居民进行的征税 就是针对他们的全球收入 相对应的呢 如果您是一个澳洲的税务居民 那么原则上来说呢 您在其他国家的收入呢 也会被纳入到澳洲的应税收入 因此呢 这一点上在一定程度上呢 对于广大生活在澳洲的华人朋友来说呢 应该并不属于特别陌生 只不过呢 中国在过去的发展过程当中呢 对于个人所得税 或者个人相关税收入呢 确实有很多是只有原则 没有非常明确的落实条例 当然今天所讲的这个针对海外收入的 征税这个事情呢 依然只是处于传闻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但从原则上来说呢 并不是特别的新鲜 这是其 其二呢 中澳之间呢 是一个税务互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也就是说呢 任何一个在澳大利亚交税的澳洲税务居民 那么他在中国的应税和澳洲的应税的部分呢 是会被避免这样的一个双重征税的 甚至来说呢 如果您是一个澳洲税务居民 而非中国税务居民的话呢 那么也不会出现特别担忧 刚才所讲的中国的税务居民 可能被征税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里呢 其实涉及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税务居民 因为无论是中国的税务局 还是澳大利亚的税务局 或者全球的主要的税务的机关 或者税务局呢 他们对于征税对象的认定呢 认定方式是税务居民 那么这个税务居民 它有可能是本国公民 有可能不是本国公民 在澳大利亚的话呢 有可能是澳大利亚的长期的居民 也有可能他不是 这之间呢 和本人的身份或者居住权之间呢 并不完全化等号 那么这个点呢 我想不需要我太多的科普 大多数的朋友 尤其在澳大利亚时间 稍微长一点 都有这个概念 是澳洲税务居民 还是非澳洲税务居民 那么相对应的话呢 如果是个中国人的话呢 你就会有一个是中国税务居民 还是非中国税务居民 这样的一个情况 由于两国之间呢 这样的一个税务互通的 这样的一种关系和协议吧 因此如果一个人 一个自然人 他是澳洲税务居民 他有极大的可能 他就不是中国税务居民 因此呢 中国税局所要针对个人 真的税呢 在一定程度上呢 和您并没有什么特别关系 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担忧的 这是其一 其二呢 由于这样的互通的 税务关系的存在呢 使得中澳之间呢 其实是可以避免 双重征税的 这也是第二个 比较重要的点 那么第三个重要的点 或者更重要的点 还是做好税务规划 我们且不说这次的 这个传闻是真是假 或者这个事情 会不会最终落到 某一个人的头上 那么事实上只要生活在澳大利亚 生活在中国 或者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任何的地方 都会面临着一定的缴税的义务 那么税务的规划呢 也是非常必要的 事实上呢 澳财的母公司 博满集团呢 本身帮非常多投资人呢 管理他们的一些投资的事宜 这其中呢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个投资主体 它的这个税务身份 以及呢 一些结构上的 一些这个税务的规划 甚至呢 对于我们来说一些重要的客户呢 我们往往建议呢 首先呢 去咨询自己的这个税务规划师 去选择更好的税务规划 来合理合法的来减轻个人的税负 那么这个事情上呢 在中国也罢 在澳大利亚也罢 其实是一样的 甚至呢 还牵涉到非常多的 跨境的一些税务安排 这个讲解呢 非常复杂 我个人呢 并不是一个税务的专家 因此呢 我们也将会在未来呢 请到这方面的专家呢 就这些问题呢 可能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和更多的科普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 澳财首席说的 所有内容 今天我们就要是 针对一个突发的新闻呢 做了一些评述 主要是针对 所谓的中国有可能 对一些富豪的海外收益呢 进行征税的这件事情 那么简单来说呢 按照我对最基本的一些 税务原则的理解 和我们的一些重要的客户 之间的沟通来看呢 首先这没有必要 特别的恐慌 第二 这再一次突出了 更合理的税务规划 甚至呢 在投资的结构上 投资的产品上 和平台的选择上呢 都有可能会影响 您的这个投资的 这个最终的 税后的收益的结果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